中华民国时期跟苏联的关系 实际上苏联一直是跟中华民国 有正式外交关系的 但是它另一方面又去创建了中共 然后煽动中共颠覆中华民国 同时又支持外蒙古独立 还有土耳其斯坦独立 所以你从这个 按照中共国安法的定义 苏联共产党就是煽动分裂 中国的境外黑手 对境外势力 然后毛泽东在苏联的支持下 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然后后来又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不就是搞里通外国 大搞两个中国 因为两个中国是 你是先有中华民国 才有苏维埃共和国 才有中华民国 那你后面的人搞一个中国 那当然才叫你搞两个中国 前面那个人 我是搞第一个中国 你才是搞第二个中国 所以毛泽东不就是搞两个中国的历史罪人 所以按照现在的国安法 毛泽东是里通外国 然后他是分裂国土的罪人 就这么简单 然后跟着毛泽东走的人 通通都是里通外国 分裂中国的人 然后按照他们的国安法 他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我们得讲和俄国的外交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要上一门课叫苏联外交史 上苏联外交史的时候 你一定要上到俄国外交史 上俄国外交史就要从清查汉国开始讲起 或者叫金藏汉国讲起 也就是俄国人怎么摆脱了蒙古人控制之后 慢慢独立出来 从莫斯科这个小村庄变成莫斯科大公 然后变莫斯科大公国 就啪过张了这个成千上万倍 然后变成今天这种局面 大概到了18世纪中后一的时候 俄国的面积 当时俄国的面积 1700多万平方公里 跟今天差不多大 那么也就是后面的500多万平方公里 是后面的几百年慢慢经常产生出来的 而经常产生的很大的一块 就是各位在这两张图上看到的 这边就是100多万平方公里 那其他还不要讲说 中间什么浩瀚 什么布哈尔 那些汉国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列宁起来革命之后 他并没有放弃的传统 他只是用共产主义去包装了 他的扩张跟侵略野心 他把它叫做世界革命 但你从本质来看 他就是扩张跟侵略 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手法 那么帝国主义 你要向外去扩张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有的时候他有能力 他就直接进来搞 没有能力他搞代理人 所以在搞中国的时候 他找的第一个代理人是孙中山 但是他晓得孙中山不好驾驭 所以在孙中山底下 又搞了代理人 那个叫中国共产党 或者叫做苏联共产党 中国支部 讲得准确一点点 所以你刚才创建中共 就是这样来的 而创建中共最早的目的 并不是真的合作 而最后是把你并吞进来 那么也就是说 你刚才讲到创建共产党 然后做煽动中共 去颠覆中华民国 一点都不错 然后支持外蒙古独立 支持东土独立 东土耳其斯坦 或东土厥斯坦独立 这都是他的手法 你别忘记 那个时候 20年代 30年代的时候 他跟张学良打过一仗的 中藏铁路战争的时候 当时张学良是打败的 张学良是很认真在打 但是俄国军队的确是比较强 因为俄国跟西方交流比较多 战法什么都比较先进 张学良虽然也从西方学到东西 毕竟基础未稳固 然后基本上 那帮人大部分是红胡子出身 正规训练比较差 虽然拿了现代的兵器 但是战法还是不行 还是打败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就是俄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完全没有少 那么二战打完之后 刚刚讲说苏联进兵 大家用这张图讲吧 刚刚讲说 俄国知道日本投降之后 就几路大军 三路大军攻进中国东北 带兵的司令官也非常厉害 然后啪下去突进来 当时关东军其实已经是空壳子了 他连很多日桥 日桥学校的家长都注册进关东军里面去 所以关东军已经调去别的地方打仗 关东军基本上是空壳子 俄国用了100万到150万大军 三路上攻进来 然后基本上是要侵占中国领土 那中共的课本怎么写这段东西 苏日战争 对不对 就是苏联打日本的战争 不是苏联在侵略中国东北 美清明说对日战争 但侵略中国东北 那这个中共为什么不讲话 那刚才你讲了说 这个拿了很多东西 对他最后 旅顺大连到1955年才还 还的时候 我那时候特别活着去看那时候的报纸 中共官方宣传说 苏联的海军怎么样手把手 交了中国海军 对旅顺大连港 做了最后的探测什么等等 才一一不舍的把旅顺大连港还给中国 为什么一一不舍 舍不得 旅顺大连港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两港 然后又是不动港 对俄国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东西 所以俄国到现在 北方四宝不肯还呢 然后库叶岛也没有还呢 这都是讲说 简单说就是野心极大 然后你们不敢碰触嘛 所以中共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对苏联侵略中国讲过一句话 没有讲过一句话 苏联军队进到中国东北 烧杀掳掠奸 无所不为 他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没有讲过话 甚至就那个时候 派去交涉了这个 中共的这一个高官被杀了 中国有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 我再说一次 丢掉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真正是民族敌人的这个苏联 苏联或俄罗斯 你不去讲话 就签约承认的时候 现在回来骂台独 这叫双重标准 叫转移交点 就这么简单 是 这个石板先生 我们讲到这个 中日战争的时候 有满洲国嘛 在东北 日本支持的嘛 可是当时全世界有三十多国家 外交承认满洲国的 苏联是其中一个嘛 也就是说你一方面 说中国的所有的课本 都讲满洲国是一个傀儡政权 然后是日本支持成立的嘛 可是苏联是外交承认满洲国 把它作为是一个正式国家来对待的 所以苏联当时一方面又说 我支持中国抗日 我跟中华民国这个友好 另一方面我又承认满洲国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苏联 不管苏联俄国 其实在它的外交手腕 它的这个人品 这个在国际社会上 评价都是非常非常差的嘛 这个我觉得这个苏联跟现在的 俄国跟现在的共产党的习近平 中国也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话不算数啊 什么这个两个都是都是都是骗子嘛 然后这个中俄的历史 就是骗子对骗子的互相 大骗子对小骗子 骗来骗去的历史了 但我觉得但是说苏联 它有很多的高度 一个它是分化敌人嘛 它在中国刚才讲的手段 全是分化嘛 让你互相斗来斗去嘛 那现在共产党对台湾也是一样嘛 让台湾内部分化嘛 你内部先乱起来 我才有机会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手法 就是说包括很多这个 不管国民党共产党 都有很多人当年去苏联学习 其实被发展到克格勃的一部分 包括这次就是90年代 中国跟俄罗斯签订的那个条约的时候 也是就是江泽民拍板的嘛 当然说坊间传说是江泽民 当年年轻的时候到俄罗斯去工作的时候 我被发展克格勃的特务 对 发展克格勃的特务 然后所有资料都在手里嘛 然后就说我把这个资料 要不就公开 要不就欠嘛 被恐 我想这种人 包括日本也有很多人被恐吓 就当时日本有这个 留在这个西伯利亚的很多的日军的俘虏嘛 劳动嘛 其中很多人被发展为克格勃 然后他们被放回日本之后 有的人甚至成为日本的高官 有的成为非常大的商社的社长 后来就很多人都是说 这个人原来是克格勃的特务 就现在还有不停的各种回忆录出版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手段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中国作为俄罗斯共产党的徒子徒孙 他们也是通用同样手法来操作 这点我觉得要一定要非常小心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